嗯 讲这种 你又不叫我过来帮忙 又不是我的 我叫你过来帮忙 表姐你也不叫我过来帮忙 你叫你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不是说去外面打工了吗 怎么又回来的 真的是打工 打工是没有前途的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谁说没有前途啊 我这种不适合打工的 现在我都动员小哥去打工了 小哥他这种去也不得了 我去的三千都没人要我 他去也只能在农村打打工了 怎么可能 他有力气啊 今天来有什么事啊 没有什么事啊 没可能是 可以来玩嘛 你还招人吗 招啊 真的招吗 你要来吗 想来啊 你都想去打工 你还照得起我们呀 今天这个杀人就那么便宜呢 便宜没办法啊 你是那个肥料钱估计都还不了 你我还想教员 真的啊 那我现在还没捡完 没捡完呢 多少钱一天 一百五可以吧 一百五 一百五 一个月就是多少钱 他给一百五 你给我人家给一百 你是长工 人家临时工又高一点 我又不用在这里吃饭 你那一餐的吃五十块都不止 临时工和长工不一样好不好 你去外面打工就知道 想吃菜单菊子就吃了不 不然我卖的 不可以哦 很甜的 还挺甜的 这个好大 这个好吃 那不如火 哇 这个肯定好吃了 冷还是好吃 我现在都没心情捡了 小哥给你播一个 小哥带鸡了 你这有钱都是什么 哈哈哈哈 休息一会呗 我觉得还是农村好玩 你跟你讲为什么 市里面一点都不好玩 嗯 你都去了就都不好玩 我在家我就想出去 农村又不用什么钱 像小哥一个月三天就有三天 市里面我去找一个礼拜的工作 五六天就花了一天就换 这样哦 嗯 那你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去外面 肯定不去啊 去干什么 嗯 我正打算这两天去 嗯 在家里面做什么都比打工强啊 打工 哦 我昨天还动员小哥跟我一起去了 去个锤子去 真的是不用说他了 真的不要去了吗 嗯 好 那我考虑一下 好好在家里把这刹上去搞好 刹上去我不是不想啊 嗯 我在家我也不管你刹上去了 嗯 真的吗 可以的 不要 今年都亏死我了 嗯 孩子 小哥休息一会呗 休息去 今晚 等一下我天下就回去了 回去了吗 有下雨 聊一下天呗 哈哈 那你们呢 问一下小哥 你问一下 辉哥人家在外面找工作什么情况吗 哎呦 你看他那样子能找到工作吗 真的是哎 他怎么样子呢 嗯 嗯 嗯 好像你很好一样真的是 嗯 嗯 算了 不要跟他说了 嗯 不说了不说了 走了 回去煮饭吃了呗 可以了 好 那回去煮饭 哈哈哈哈 走走 等一下再叫你哈 等一下我们煮好了再叫你哈 小哥 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哦哦哦 要不一直周公马上走了 还是你把这里煎好了 那我先回去了不 我先回去吧 走走走 那我就回去做饭了 我从这边走啊